木秀在暖暖的被窝里赖着,听到下雪了,立刻就清醒了过来,一咕噜地开始穿衣,下靠,穿上棉鞋,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屋门出去了。 迎面是一阵寒风,然后就是一大片的雪白映入眼帘,还是那个院子,但又变得好像不认得了一般。 哇,下雪了,好漂亮。 木秀忍不住惊呼道, 二姨,快过来,我们一起玩雪。 李潘迪十五足蹈地冲着木秀喊道,木秀直奔过去,两人兴致勃勃地开始玩了起来。 秀儿,你看着点潘迪,我和娘这会儿干饺子皮和包饺子。 木小草交代完,就进厨房了。 今年的第一场雪,在小年这天到来,纷纷扬扬的雪花一直在天上飞舞,整个鹦鹉村都笼罩着小孩子们欢快的笑声。 周水莲和木小草在厨房里,揉面,擀饺子皮,调饺子馅儿,两人手脚快,一个多小时就包好了。 做了两种口味儿,一种是猪肉萝卜馅儿,一种是韭菜鸡蛋馅儿的,月末包了三百个饺子。 还好咱家有大鹏,不然可吃不到这新鲜的韭菜。 木小草感叹道,是啊,你爹最喜欢吃韭菜馅儿了,今天肯定要吃好几碗。 周水莲将饺子放在盖帘上,放入旁边的架子上,整整放了四层。 长大的雪,我爹还非要再去地里看看,有啥看的。 木小草望了眼大门,院子里除了李盼帝和木秀传来的声音,再也没有其他的动静。 瑞雪赵丰年,这庄稼可是咱农村人的命,看看踏实。 开门,开门。 大门口传来了木水的声音,木小草快步走过去,把门打开, 只见木水和陈旭辉身上的缩衣都已经是一片雪白,眉毛和睫毛上也都凝结了冰珠子, 前面的头发也都已经被打湿。 爹,旭辉,你们赶紧进屋把头发擦干,再把湿衣服换下来。 木水和陈旭辉点了点头,都各自回到了房中。 陈旭辉踏进屋内,只觉得一股热气扑面而来,让他有一瞬间的恍惚。 去年的这个时候,他还窝在那四处漏风飘雪的破房子里, 天气冷的,只能将所有的衣服全部都裹在身上, 再钻进厚厚的稻草堆里。 那真是扳着手指头过日子,天天都是饥寒交加。 这会儿,外面北风呼呼地刮着,雪下得跟羽毛似的。 而回来之后,屋里却暖洋洋的,还有现成的饭菜。 他再也不用担心冬天会不会冻到,下顿还能吃什么。 不仅如此,他那冰冷的心里也逐渐被温暖。 不知不觉,一个人的身影已经常住心中, 想到这里,陈旭辉透过窗子看向院子, 只见心中那人跟个小孩子似的蹲在那里玩雪, 他嘴角不由地扬了起来。 看到大家都回来了, 周水莲用猪肉,粉条,茄子和香菇木耳焖了一大锅的菜, 又将饺子下了一大锅, 让沐水驱江后面的陈大爷陈大娘喊了过来, 先在堂屋里坐着。 大约半个小时后,周水莲站在厨房的门口, 大声喊道,饺子好了。 沐秀早上起来都没吃饭, 这回已经十一点了, 听到有吃的赶紧站起来跑进厨房, 咬了点热水,洗干净手, 只见灶台上已经摆好了一盘盘的饺子, 又白又胖,整个房间都是香喷喷的。 正想,我尝尝熟了没? 沐秀拿起筷子,夹起来一个就往嘴里栽。 你这丫头。 周水莲好笑地点了一下沐秀的头, 吃就吃了,还美其名曰,尝尝熟没熟。 好吃,娘,你装个两盘出来,倒点醋, 我端点饺子给陈寡妇端过去。 沐秀吃了一个,味道真是不错, 她肚子里的蝉虫都被勾了上来, 不过这时候,她倒是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看我这记性,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你来装饺子,都装点, 我去收拾两件棉衣出来, 一起给人家送过去。 周水莲说完,就急匆匆地把手绑围裙上一擦, 急不走出厨房了。 沐秀估摸着把韭菜鸡蛋的装了一盘, 又把猪肉萝卜的装了一盘, 最后用碗装了炖菜还有香醋, 这才合上了石盒。 沐秀做完这一切, 周水莲就拿着一个包裹出来了, 她把包裹递给沐秀说道, 自从穿了你拿回来的那个叫什么羽绒服的, 这以前的老棉袄怎么穿都觉得沉, 裹的人做事都觉得不灵活, 这拿去给陈寡妇穿吧, 今儿下雪了,晚上肯定要更冷了。 嗯,我也觉得棉袄穿起来笨笨重重的, 陈寡妇家的孩子多大呀, 把我的棉袄也松过去吧。 沐秀说道, 你那棉袄都是新做的, 你不穿回头留给潘迪穿。 潘迪呀, 潘迪才几岁啊, 等到长大了, 看不上这棉袄呢。 我说娘, 你怎么一会儿大方一会儿小气的? 沐秀有些无奈地说道, 周水莲这性子, 那才真的是纠结犹豫的厉害。 行行行, 你的衣服你做主。 沐秀最后戴着石盒和棉袄, 一个人去了陈寡妇的家中。 娘, 今天吃得好丰盛呀。 陈小莲看着陈寡妇 正在往锅里的开水里下饺子, 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这可是白面呀, 一年到头吃不了几次的金贵吃食啊。 小莲, 今天是小娘, 娘也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咱家也有了自己的地。 等来年呢, 娘好好种地, 一定也让你顿顿能吃上白面。 陈寡妇看着陈小莲黄皮寡兽的脸, 心疼地说道, 娘, 那咱们一起吃。 陈小莲看着正在锅里翻滚的饺子, 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就在俩人等着饺子出锅时, 陈小莲忽然竖起了耳朵, 娘, 外面是不是有人在敲门? 这大雪天的, 谁会来咱家, 你听错了吧? 陈寡妇一边说着, 一边又往锅前靠了靠, 这里比较暖和, 她浑身上下都快冻僵了。 只是陈寡妇刚说完, 那敲门声却响得更厉害了, 这天谁来咱家呀? 小莲, 你看着锅, 我去看看去。 陈寡妇说完, 打开厨房的破木门, 一阵寒风夹着雪花飘到陈寡妇的脖子里。 陈寡妇顿时冷得就是一个哆嗦, 刚才在灶边雾的一丝暖气全都没了。